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肌律师和郑平医师王力慧 今天我们继续第31届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的特辑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无针静脉注射 那可以怎么样的处理呢 我们可以用贴片 所以我们称之为是无针点滴贴片 来帮助你的药物呢 从皮肤这里吸收进去 那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技术 这是18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有的 叫做Ion tophorisis 离子电渗透疗法 我们中文可以这样子称呼 离子电渗透疗法 现在这手汗症的治疗使用相当广泛 但是呢从2020年开始 就陆陆续续在美国FDA 已经合可了好几款 离子电渗透疗法的一个贴片 静脉注射它的好处其实就是呢 因为它的吸收率可以高达100% 打下去完全吸收 那如果是吃的营养素 或是吃的药剂呢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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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会超过50%的吸收 所以静脉注射有这种高吸收的好处 可是第一个因为它打针嘛 所以大家就怕打针 那现在的这个无针点滴贴片 它就是不用打针 第二个呢 它仍然有静脉注射的好处 就是它的吸收率可以好 所以它号称是无针点滴 那第三个呢就是呢 它没有一般点滴那种药剂打进去之后 半摔期很快 然后就造成这个药物浓度就很快就侦测不到被代谢完了的这种问题 它就是呢缓慢释放 可以维持在血液中的浓度维持很久 这三个就是无针点滴贴片的好处 那我们来看Ion Trophoresis呢 在过往的话18世纪虽然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微晶片 微处理器 没有这种半导体的这种设计 所以你可能要坐在一台很大的设备旁边 然后呢给你通电 然后帮助这个药剂吸收的好一点 这样也是叫做离子电渗透疗法 但现在就不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半导体的发展这么的好 用晶片的方法来导流这个液体 在皮肤上的吸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现在给各位看一款 是我们在第31届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 现场看到的一个点滴贴片 那这个是我个人使用过的 最左边的这个呢 是一个白色药棉 就是我们等一下药剂会倒在这个药棉上面 然后再来中间的话是一个很小的电池 右边的话是一个晶片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三者之间 有一些绿色的线 就是电线 在这里帮助导流 那现在做到的呢 已经不是说给你一瓶安瓶是药水这样 不是 他现在甚至是觉得说 药水的保质期都只有30天 所以他是直接把这个药剂或是营养剂 做成是粉状 然后再另外给你生理食盐水 你要使用的时候 你再自己去溶解 这样才是最新鲜的 保存你这个药剂的这个效能呢 是在一个最佳状况 所以呢是粉剂这样的洞精 然后跟你的这个药水 或者是说生理食盐水混合之后 你把它倒在各位最左手边的这个药棉上面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电池的话 会有个叉烧的隔离片 你要贴上去之后 再把这个叉烧把它抽掉 然后电池呢就被启动 启动之后 他就会借由这个晶片 右边这块黑黑的布 这个下面有一个围晶片 借由这个围晶片的这个导流 缓慢缓慢缓慢的 在12个小时之内呢 维持这个药剂释放的速度 这样子呢 在12个小时 你都还可以侦测到 你的身体里面有这个药剂的成分 不然的话呢 像是如果你是打点滴的话 你打骨光肝态 骨光肝态因为它的半摔期非常的短 你如果打了250毫克的骨光肝态 它在10分钟之后呢 你的身体就只剩下125毫克 摔退了一半 这个就叫半摔期 所以呢 它在90分钟之后 在身体之内就已经测不到了 因此如果你的骨光肝态是用打针的 那你就是每天要多打几次 这样它才能够呢 维持的效果久一点 那NAD也是这个样子 NAD的半摔期是1小时 NAD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的 这个抗老药NMM嘛 我们介绍过了几次 那NMM的话是口服的 它是NAD的前驱物质 那么我们吃下去 在身体里面可以转换成NAD 那当然就会有人也发展出来 NAD用静脉注射嘛 因为是不是更直接 不用透过你肠胃道的吸收 感觉又慢 又不能够100%吸收 所以直接用打针的最快 但是一样的就是呢 NAD它的半摔期是1个小时 所以呢 如果你打了750毫克的NAD的话 你在1个小时之后啊 它就已经剩下375 所以它也是衰退的非常快 并不能够在你的身体里面久留 所以NAD现在也一样被发展成为 这种点滴贴片用缓慢释放的方法呢 来让你吸收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Ion Topheresis 它就是呢 有电流之后呢 就可以使你的这个Solution 容易里面的药剂把它离子化 然后离子化可以呢 比较容易溶解跟吸收的 这种清水性的东西呢 就藉由这个被电流的辅助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吸收嘛 如果药剂带有氧离子 那么在电池的氧集这边 会藉由正电荷把药剂往皮肤深层推送 但是呢 身体里面的一些生理性的氢离子 也会慢慢的被吸上来 那么在氢集这边的话呢 身体里面的氧离子会被吸上来 生理性的这些氢离子呢 会被往皮肤深层推送 我们另外又放了一篇 2022年的Review Article 它就非常详细的介绍 它对于这些药物的吸收的这个使用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FDA 已经合可了很多款 因为这个效能是确实是被证实的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穿戴装置嘛 那我们穿戴装置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 就是到Apple Watch发展出来才有所谓的穿戴装置 其实在1286年的时候就有了 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款穿戴装置 其实就是眼镜 因为呢 眼镜戴上去之后 是不是它就有医疗效果 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穿戴装饰品 它是一个有医疗效果功能的设备 Functional Medical Device 所以呢 第一款穿戴装置 眼镜 那么再来的话是1960年的一个戒指 它上面有算盘 就是把这个算盘戴在戒指上面 那另外一个是赌局的这个轮盘 把它藏在这个鞋子里面 叫做轮盘赌鞋 这是1961年 然后再来的话呢 1966年 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所发展的 全世界全人类历史上第一款 以电脑为基础相关的一个穿戴装置 那么再来就是2014年的Apple Watch 以及2015年的这个VR就开始了 就是Virtual Reality Headset 在头上这样 那我们现在在医疗上 这些Medical Device 我们也渐渐在发展这个Wearable 可穿戴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包括呢 各位可能已经知道 在侦测血糖的这个血糖贴片 就是亚培他们所发明的 这也是FDA核可的 那台湾已经有引进了 以前我们就是都要扎一下手指头 来测你的血糖 那现在这个血糖贴片贴上去之后 就是可以24小时 持续的连续的监测 你的变化 不管是饭前饭后半夜 消夜都可以监测到 那还可以一个贴片可以用两个礼拜 可是呢 各位要注意的是这个贴片很容易受到Vitamin C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刚好吃了一个Vitamin C 或者是你打了一个Vitamin C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用手机来看数据的 手机会发现你的血糖就爆充 各位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在贴亚培的这个血糖贴片的时候要有这个观念 它会受到Vitamin C的影响 那再来的话呢是贴在耳朵后面的一个我们叫做神经刺激器 这个也是美国FDA合格的 它是用来处理神经痛 特别是糖尿病神经病变 手冷手麻脚冷脚麻 这个非常难受的 在糖尿病控制不良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那现在就是发展了这个贴片 也是一样用一些电池跟晶片的方法 然后去释放出一些电波 然后来缓解你的神经痛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明 真的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 还有帮助我们做医疗 那另外呢 其实在美容上可能各位也知道 大家都会有什么超声波导入 那也有所谓的离子导入 那甚至在面膜都有可以用微电流 就是面膜加一个小电池这样 然后用微电流去帮助你精华液的释放 这个在美容液方面也早就都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五年之内 可能AI会发展的更加的蓬勃 我们也非常的希望在这个医疗上面 可以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类呢 更大的帮助 我们也知道说AI的判读 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在影像学上面呢 做得再更先进一点 比如说这个核磁共振啊 或是正子摄影啊 AI以后帮我们加入判读 也许比人的判读能力还要再更好 就只要它的数据吸收够大就好了 那么很多人都很担心说 这个AI可能会造反啊 其实呢AI如果是没有办法发展出自己的意识的话呢 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奴隶 奴隶的话我想品质是不会太高的 如果AI可以自己发展出意识的话呢 它可以有拣选 我相信呢它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源头 这个宇宙的源头 连接到我们高等世界 发展出最美善的意识 然后跟人类真正和平相处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